而台北市長柯文哲這一回又再度槓上中央了 而且又是為了社宅的議題 內政部次長花敬群昨天就指控台北市政府是放緩了社宅新建的進度 這是政治考量 他們的目的是想不讓總統蔡英文的政策達標 不過對此柯文哲今天就痛批說 花敬群邏輯思考是有問題的 更繁咬中央社宅開工速度更慢 中央夾雜與戴諷刺 台北市長柯文哲隔空暢殺的對象 是內政部次長花敬群再度告上社宅議題 這兩三年來幾乎停滯下來 他確實會有點正式上的考量是說 台北市政府該社會住宅 反而會促成蔡總統的政見的達標 花敬群自己指揮了中央的住宅中心 請問到現在為止你社會住宅開工幾乎 正確說法是這樣 花敬群串同台灣所有的縣市首長 一起讓小英的居住正義政策失敗 住在玻璃屋的裡面的不要丟石頭 台北市政府是全台灣蓋社宅蓋最多的城市 他們自己蓋出來的只有幾百戶 這到底是誰在扯總統的後腿 看完整猛開砲黃珊珊幫忙補火藥 一打一唱默契十足 但已經辭職參選的黃珊珊和市府互動太密切 恐怕也不行 當他們說要跟珊珊準市長來作團的時候 我說樂觀其成 其實我是滿挺珊珊 真的 專程請駕到黃珊珊靖總參加教育政策座談 台北市教育局長曾燦金第二次幫忙站台 毫不避嫌公開表態支持的態度引發正義 他是政務官本來就沒有行政中立的問題 就像衛福部的高官 大家標準要一致吧 我不會去說這個什麼專人想去看陳時中就怎樣 我也不會說曾燦金去黃珊珊的政權總部就這樣 我倒覺得這樣人情世故 拐個彎又把炮火對準民進黨和陳時中 大選倒數政治交鋒 柯文哲黃珊珊陣營頭號攻防目標似乎已經很明確 這次上緣吳永安 林偉倫採訪報導